一百多杯尿样 我还有这手艺吗 余大夫 请 他门口的小饭馆 小饭店苍蝇馆子 余老师来帮个忙吧 他们都找我帮忙 一定会去的 乐于猪人 他有一个包 打开包 有一白帽子 还有一身装扮 白大褂 也穿上 穿好了到小饭馆 包葱包蒜 蒸饭炒饼炒面炒菜 起肉上了 端下来撤了刷扫地 这饭馆就我一个人是吗 我这帮忙来了 就耍我一个人 小饭店没有人呢 没人呢就我一个人吗 穷了 小饭店的老板全家 开着私人飞机出去玩去了 让这孙子回来洗碗来得了 干嘛呢 事不大 说明余老师这份爱心 我喜欢帮助人 小饭馆回来帽子摘了 大褂脱了 刚要抽根烟 歇会儿 又有人来找帮忙来了 这回谁找我呀 后边胡托 孙奶奶去世了 孙奶奶去世了 有我什么事啊 儿子不在家 没有孝子不能出殡 让我当那孝子去 余老师打开包 拿出白帽子来 这回就对了 白大褂穿上 自个儿提前准备了一个帆 我准备了孙奶奶要死 进门就哭 那孝子吗 把事情料理得特别的完美 都完事了 孝子开着私人飞机也回来了 这孝子就是饭馆老板感情了 就回来倒上杯水 刚要喝 又有人找来了 这回又谁呀 余老师 咱们旁边那个体育馆 今天有比赛 有比赛就让他们比着呗 请您去帮忙 我能帮什么忙啊 余老师 你投走我马上就来 我连什么事都不问 打开书包白帽子 跑出来一戴 准知道有白帽子的活 白大褂穿好了 奔体育馆 干嘛去 来到这大家都等着呢 余大夫您好 余大夫 请 进来了 一推门 这儿一大桌子 上面放着一百多个茶杯 茶杯里头是 今天是比赛 今天是比赛 要检测兴奋剂 哦 有这么个环节 一百多杯尿样 我还有这手艺吗 余大夫 请 让我来干这个 余大夫很开心的 是吗 这一百多杯是个体力活 我做什么口腔体操 端齐杯来 这个观察颜色 等会儿等会儿 这运动员 尿出茶叶来了 是怎么的 我吹什么呀 有墨子 这身体也够呛 这么检查 喝出口来了 像别空 至于那么爱喝吗 非常健康 喝喝